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难得出府,玄儿乐得忘形,在宝方斋的门口冲撞了一名贵妇人。 丫鬟出头来指着玄儿破口大骂,哪里来不懂事的小畜生,惊扰了我家夫人,可是你能担待得起的。 玄儿才三岁,害怕地往我怀里躲,我俯身将她抱了起来。 那贵妇人认出我来,意味深长地瞥了眼身侧的男人,朝我露出几分得意,原来是你呀,五年不见,想不到孩子竟这么大了。 我目光略过站在她身侧的男人,落在不远处的车面上,五彩勾勒,彰显主人家的身份。 果真今是不同往日,母亲,玄儿应声轻措,肉肉的小手搂紧我。 当年的交集并不算的体面,如今也无寒暄的必要。 我坐式要走,石蜜却故意绕到玄儿身前,真是可爱的小人,只可惜胆子小了些,怕是成不了大气。 够了,石蜜浑身一震,脸色煞白,碍于面子僵持着,没敢再出声挑衅。 我有些意外,任性娇瞒的眼周左营都统之女,竟被徐官这么一吼,就乖乖晋升。 听闻徐官这些年履历军功,应照入京,虽说封赏未定,总已算得京中的红人。 地位变了,说话的分量也不一样,她向前走了两步,身上的环佩叮当作响,廉价的金香玉,与她周身的富甲格格不入。 我确认得,那是吉吉时,她送我的一只青玉镯子。 只是退婚时,我同石蜜推嗓间,摔到地上碎掉了。 时间过了太久,许多事既不真切。 就像此刻,她仗红了一双眼,询问我,云云,这五年,你去了哪里? 我也只是证然一瞬,心中并无波澜。 不急她走近,身旁的嬷嬷已经先一步拦下她。 太师夫人驾前,来人请自重。 马夫牵着一辆七圣马车过来,滑盖一脚挂着一枚玉牌,上书一个谢字。 四周的人攒动起来。 随着马车启动,前后浩浩荡荡的侍从排开,原本热闹的大街顿时空置了下去。 我抱着旋儿上了马车。 方才言语不敬的奴才,嬷嬷,你看着处置了吧。 我使了个眼色,嬷嬷便将方才出言不逊的丫鬟拿住,左右扇了两个脆响的巴掌。 途经时密,她惊慌地捂住脸,退到徐冠的身后。 门帘落下前,我冷冷瞧着她们,看着她们神情割裂。 谁能预料到呢? 当初那个被她们贬斥得一文不明的女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天下最有权势的门法女主人。 谢家规矩森严,沉婚定省。 不可缺席,老夫人出身太原陈氏,太原陈氏和陈俊谢氏同为当世显赫的门法。 士族之间常以联姻巩固权势。 老夫人厌恶我。 谢君自小作为谢家的继承人培养,老夫人对她寄予厚望。 可在最讲究血统门第的士族里,谢君却不顾一切地娶了我。 区区一个卑贱的商女,让她呕心沥血培养地堪称世家表帅的儿子,一度沦为笑柄。 她把持着府中中馈,直到我诞下玄儿,才逐渐将府中的一些事物放给我打理。 谢君爱重你,为了你,这些年不曾治过一个姬妾。 我瞧着当年你产下玄儿的亏损,也养得七七八八,是时候盘算着再要一个孩子了。 朝堂之事你既帮不了她,那便在开枝散叶上发挥些作用。 我只能懦懦地点头,儿媳惠同相公商量的。 谢氏一族,以老夫人为尊。 许多是即便我拿了主意,也要先过问老夫人,才有人肯依令执行。 唯独在孩子的事上,她没有办法。 当初生玄儿时难产,我差点丢了命。 谢君心有余悸,便不肯再多生一个。 府中常年备着衣冠调制的避孕药,老夫人闹了几次,没能让谢君改变主意。 从前她言语上刻薄,私下里刁难。 惹得谢君为了我,多次冲撞,险些闹得要择抚别住。 后来有了玄儿,她看在孙子的份上,才有了几分好脸色。 如今,她又将逐意打到了我这里,大约也是看我好拿捏。 她见我硬下,脸色变得和缓了些。 我正要告退,却听见她语意深长的一句,既然已经嫁入谢家, 从前的事就别再想。 顿了顿,本以为她还有后话。 却见她不耐烦地摇了摇手,叫我退下。 我牵着玄儿回房时,谢君已经下潮。 她披散着长发,一身肃杀单一,盘坐在软榻之上, 手上捏着一封书信。 玄儿甜甜一声唤,父亲。 她放下信,朝玄儿招手,过来。 她抱着在玄儿在脸上亲了又亲, 淡淡的胡茶扎得玄儿咯咯直笑。 两父子玩闹起来,谢君瞧着还没有玄儿心性大。 今日出府,玩得可好。 玄儿仰其脸来,父亲,今日。 她才要开口,就被我的眼神阻止。 谢君没再追问,松了玄儿去玩耍。 她怀中捧着一个手炉,手炉套子的造型奇特, 勉强认得出是一对鸭子,其实是我绣的鸳鸯。 高雅之风盛行低势族里, 她整日捧着个奇形怪状的手炉出去招摇。 不以为耻,反而得意洋洋。 士族都传,谢公爱妻如命。 我将房中的窗户打开, 昨日弥留的熏香散了散, 一缕微风袭来, 转身,却被谢君抱了个满怀。 她将我拦腰抱住,靠在我的怀中。 本是我们闺房里素来撒娇的情趣, 这次却听见她语调低沉, 云云嫁给我可曾后悔。 我看着窗纱上,倒映着的我俩的影子, 互相依偎。 烛火跳了跳,连带着两道身影交织着变了形, 看不出原本的样子。 跳跃的人影,让人看得出了神。 她仰起头,期待我的回答。 飞白分明的眼眸中,眼波流转, 透着一份认真的蹊跡。 我苦笑推开她, 后悔,可后悔了, 早知你这么黏人, 就该夺你远远的。 她委屈地轻叹一声, 云云是我求来的珍宝, 唯恐有一丝怠慢。 今日偶遇徐冠, 定是有人耳抱于她了。 我捧着她的脑袋, 将她如墨地发履到耳后, 看着面前俊美的面旁, 只觉得心神颤动。 当年, 我被徐冠退亲后, 遭遇刘匪图村, 满门失丧。 万念俱灰的时候, 是谢君义无反顾地许给我一个家。 我不在意徐冠, 如今我的心里, 眼里只有你。 莫再吃那陈年老醋, 怪酸的。 谢君咧嘴露出一口白牙, 明晃晃地得意。 倒是母亲那边, 又是老生常谈。 大夫说我身子如今调理得大好, 玄儿也到了开盟的时候, 不如停了内药, 咱们再给玄儿生一个弟弟。 母亲到底是年纪大了, 免不了迂腐。 孩子不是越多越好, 十个蠢货, 哪里抵得上一个聪明的。 不过云云说的是, 玄儿到了开盟的年纪, 再往后怕将来两个孩子玩不到一起去。 她指节分明地手轻轻撩上我的脊背, 带起一阵战力。 我更愿得一个女儿, 向云云就很好。 那晚, 谢君缠人得很。 谢家为列中门阀之首, 石密见罪于谢氏, 自无世家待见。 她去环儿小姐的宴席上, 被人推落了水, 又被人救了上来。 已婚妇人遭陌生男子失身搂报, 足以令夫家乃至娘家颜面尽失。 有心人为我出气, 这些消息陆陆续续传到我耳中, 可我已经不太在意。 十多日后, 府中宴请京中各大世家门阀, 士族向来规矩森严, 所有用度都要最好。 这是我嫁给谢君多年, 老夫人第一次带我盘点私库, 厚厚一打如同小山, 的帐簿与望之不尽的珍宝, 让当今第一门阀变得巨像。 我指着散发着熟悉气味的 一个半人高的大箱子。 惊讶不已, 这可是传说中一两千斤的海黄箱。 老夫人瞥我一眼, 身为谢家的主母, 眼皮子竟这般浅。 从开国将军, 经过两百年的积累, 谢氏如今是与军分庭的门阀之首。 不止私库堪比国库, 更有兵库, 广袤的农田, 以及豢养在各地的奴兵。 此番思宴, 他们商议着一个新控出来的周中正之职。 一周之中正, 由选授, 举荐官员之职, 这个职位向来是由世家各族把持。 世家通过控制朝廷官员的选举, 令氏族子弟盘踞高品官位, 寻常数族, 永无出头之日。 四宴上, 谢君高座主位, 时时然靠着椅背, 眉眼低垂着, 眸光却敏锐, 就像是盘缓在高座之上的一只慵懒的猛兽。 世家们敬他为他, 三分攀谈, 七分谗媚。 吏部尚书以选授陈同安为新任临州中正, 如今就差定品, 陛下迟迟不下明旨, 还有什么意义? 还家大爷放下酒杯, 慢悠悠地取了科蜜剑, 丢入口中, 陛下如今对世家善砖颇有微词, 不若给陛下一些台阶下, 免得伤了和气。 戏谑的话音刚落, 众人便心照不宣地暗笑起来。 世家艳乐。 在剑阅的话也听过, 这不算什么。 阴鬼的笑声中, 谢君并不作同, 可嘴角分明也是微微上扬。 前些日子, 有人奏请四周士术普将恩泽, 赵军部授官定录, 不若应允了他。 随即, 便有寒任氏的目光扫射而来。 说话的那人打了个冷战, 善笑道,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门阀世家几代经营, 堪堪拢住朝政大权。 这些年来, 国商民怨, 数族对世家多有不满。 若是让数族轻而易举的涉猎朝政, 岂不是自掘坟墓? 以我看未尝不可, 施舍低阶小品的直贤, 借机培养些得力的亲信, 也能堵了悠悠众口。 燕乐中途, 派人送上了海黄香。 一两千斤的海黄香, 在谢府的丝库里, 囤满了半人膏的一个木箱子, 在堆积成山的珍宝里, 毫不起眼。 这是氏族艳乐最喜欢的香料。 点燃海黄香, 能让人气血翻涌, 心情亢奋。 乐机翩翩起舞, 琴师演奏助兴, 总能引得宾客中途离席, 同乐机们共舞, 谢君的双眼泛红, 却也只是抱着手炉, 冷眼邪逆着台下的众人的滑稽势态。 那压抑着情绪的眼眸, 是冰冷的, 又是轻蔑的。 在我不见之处, 谢君应该是有另一番面孔的。 旁人伸他弄拳, 吃他不择手段, 可在我绝望无依的时候, 是谢君护住我。 我永远站在他那边, 士族把持朝政, 数族无出头之日。 宁愿沸腾, 陛下终于有所察觉。 四周士数照军部受官定录的旨意颁布下来, 朝野为之震动。 陛下亲封徐官为衍州都督, 成为第一个以数族之身执掌一州兵马之人。 军中数族陆续获封恩赏, 虽然不似士族子弟位列上三品, 却是实权在握的任命。 还家大公子身为衍州刺史, 此番徐官上位, 令他措手不及。 一连几天, 还家请谢君过门, 闭门上议。 不同于世家的惶惶不安, 徐官身为数族之首, 一时间风头无两。 实密身为都督夫人, 在一次在世家女眷的艳乐中挺起了腰板。 在长公主爱女洛阳郡主的吉吉宴上, 她满头朱翠, 前呼后拥, 不顾主人家的引荐, 直直奔了我来。 想不到谢夫人也在。 当年谢君为了娶我, 特意求长公主收我为义女, 抬了一个县主的身份。 洛阳郡主算我的义妹, 今日吉吉宴, 我自然在相邀之列。 前些日子匆匆一瞥, 没来得及叙旧。 当初相公同你退婚, 自觉耽误了你多年, 心中愧疚不已。 想不到你竟转身就嫁的谢太师。 果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美人从不缺裙下之臣。 大庭广众之下, 将往事撕开, 丝毫不顾及高门脸面。 世家女眷一个个又惊又奇, 皱着眉头满脸担忧地看向我, 眼中却一个个跃跃欲试, 想听时密抖出更多的陈年旧闻。 哦, 是吗? 本夫人客居京都多年, 从未去过衍州, 徐夫人莫不是认错了人。 可惜, 她从衍州出来乍到, 这里是京都, 达官贵咒云集, 即便徐官是新贵, 她是新贵夫人, 都算不了什么。 这种货色, 今日有一个, 明日便有另一个。 实密气急败坏, 下人拽着她, 你分明就是李肃云。 本夫人自小由长公主收养, 陛下亲风的县主, 岂容你再此污蔑? 历生之下, 实密缩了缩, 却仍是执拗地板着脸, 你休想抵赖, 你在衍州苦等徐官多年, 分明就是。 长公主护着我, 往前了一步, 徐夫人吃多了, 带下去行酒。 不多时, 几个府兵从人群中突然出现, 实密被捂着嘴带了下去。 女眷们尚且有沉得住气的, 也被这场面惊得失了脸色。 长公主护着我, 或许是看在谢君的面子上, 又或许只是不想 实密坏了她女儿的吉吉礼。 玄儿到了开盟的时候, 我请来当代儒学, 大家周松, 拜师礼伴的盛大, 京中世家尽数道场。 身为女主人, 需要长眼的事物繁杂, 疼不出心思关心其他。 可没想到徐官却找上了我, 她不知如何避开四周的耳目, 出现在我一人深处的别院。 我是已婚的妇人, 更是门阀大族的夫人, 若是被人看到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时间恐怕在无力追之地。 我看了眼被她拽住的绣角, 目光顺着她的手, 移到她的脸上, 定在她哀求的目光里。 云云, 别走。 和尚清茶却仔细地打理过, 额发齐整的树冠, 衣室上坠着几朵黄色刺绣的小花, 那是旧时, 我为她缝制衣裳时惯用的小心思。 我甩开她的手, 退了一步, 徐官, 石蜜在外回我生育, 连你也要害我吗? 云云, 我不是, 我只是来看看你。 我怒急返笑, 徐都督, 当年很绝的话都说尽了, 你如今这副模样又是做什么? 当初, 若不同你退婚, 我护不住你。 他仗红眼, 透着几分苦涩。 石蜜的父亲是左营都统, 他们手里有我的户籍文书, 家中的情形一清二楚。 石蜜性子跋扈, 石家人更甚, 我只能同你退婚。 我想起了那个春寒料窍里, 一腔怨愤的自己, 在大雨中不依不饶的嚎叫, 像个野兽一样发泄的自己。 眼中泛起一阵酸胀。 如今再说这些, 又有何意? 你我早就各自婚嫁, 此生, 本就不该再有交集。 他突然抓着我风魔地说, 我在战场出生入死,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摆脱石家的掣肘, 能够回来找你。 我找了你五年, 云云, 我从未忘过你。 手臂被他抓得生疼, 我茫然一瞬, 被他眼中的执着, 深深刺痛。 回望他, 眼角藏着戏文, 镇刻这些年的沧桑。 当年光风济月的少年, 被人敲碎了风骨, 在世俗搓磨里, 蜕变成另一副面孔。 徐冠, 我不只是谢君的妻子, 也是谢玄的母亲。 五年了, 我已另嫁他人, 夫妻和睦, 母慈子孝。 你不该来找我的。 他颓然松开手, 双唇颤了颤, 呼出一声痴笑。 微风吹动衣媚, 他弓着背, 看起来摇摇欲坠。 原本以为心如止水, 又于无声处, 泛起一番涟漪。 我放软了声音, 用自以为最和缓的语气劝慰他, 人应该往前看, 往事不可追, 未来仍可期。 他看向我, 眼中的情绪复杂, 似在思索, 愁愁。 莫了, 他平静出声, 若我告诉你, 当年, 是谢君设计石秘赏识我, 又将你的存在透露给石秘, 是他一手算计了我们。 云云, 你信吗? 我郑住, 心中一股寒意生起。 他冷然笑了笑, 你认命了, 可我不认。 徐官的一面之词, 难以深究, 却将原本温馨美好的日子, 划开了一个裂缝。 我同谢君相识于微时, 彼时徐州叛乱, 眼周动荡。 谢君被随从一路护着, 躲到我家开设的客栈里。 乱世里, 生意难做, 看在手里沉甸甸的银子的份上, 我们硬着头皮收留了谢君一段时日。 后来, 他被随从找到, 我才知他竟是少年席爵的谢公爷, 后来的谢太师, 当今士族第一人。 那段落难的时光, 大概是他顺遂的人生里, 遇到的第一个坎。 共患难的情分格外难得, 以至于他回京后, 一直同我们保持书信往来。 细想来, 那时他在信中毫不遮掩地倾诉着思念, 甚至送我谢氏的玉牌, 以你的心思早就不言而喻。 谢君换了长服, 在院子里同玄儿玩闹。 玩累了, 玄儿被他抱在怀里, 玄儿, 周师傅今日都教了什么? 玄儿仰起头, 掰着手指头数算, 师父说, 人, 义, 礼, 智, 信。 谢君不动声色地将玄儿的小手包裹在掌中, 抵着玄儿的头顶, 轻声说道, 周师傅是你娘亲寻来的大儒, 教的是做人的道理。 可我的玄儿, 生来可不是只为了做一个君子, 玄儿将来要继承家族, 最重要是要学会玉人。 玄儿歪着脑袋, 揪着自己腰间的玉带问, 玉人。 爹爹, 什么是玉人? 这个玉排排一样的吗? 谢君玩儿, 并不在意玄儿此刻的懵懂无知, 自顾自说, 玉人就是道貌黯然的君子, 就用虚名牵制他, 市井的泼皮无赖, 就用武力威慑他, 懦弱怕事的平民, 就用强权镇压他。 他的声音轻柔和缓, 带着蛊惑人心的语调。 母亲, 见到我, 玉儿便正开了谢君的怀抱, 朝我飞奔而来。 我见他嘴角沾着膛子, 拿手帕替他擦拭, 一会儿回房去加件衣裳, 免得晚风吹得你又着凉。 谢君吁吁抱住我, 下巴抵在我肩头。 委屈地抱怨, 夫人眼中只有玉儿。 脑海中徐官通红的眼一闪而过, 我周身像是生出了尖刺, 猛然推开了他。 谢君不明所以的, 夫人, 怎么了? 我看向他。 黑白分明的眼眸里, 充满疑惑。 半赏, 我强坐镇定, 玉儿刚开门, 你少同他胡说八道。 我拿帕子给他下盒擦了擦, 叮嘱, 深秋了, 你也记得加一件外肠, 免得着凉了, 母亲又来怪我。 谢君嘴角咧了咧, 一把抱起玉儿。 他们父子俩,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子, 笑起来时, 泛起两弯梨窝。 晚上哄了玉儿入睡, 回房时, 谢君还在等我。 见了我, 他放下手中的书卷, 轻轻托起我的双手, 将我牵入他怀中, 这些时日, 操办玄儿的拜师宴, 查问金碎的田庄账簿, 忙得云云冷落了为夫。 幸而, 为夫是个十大体的, 不舍得同夫人置气。 我买手于他胸前, 从前十分依赖的这种温厚可靠的感觉, 如今, 却只觉得心中忐忑不安。 今日怎么了? 有心事。 他在我面前, 向来是一副温柔浅犬的好丈夫。 我闷闷地问, 谢君, 你会骗人吗? 他松开我, 俯身与我四目相对, 怎么突然这么问? 他的双眼灼灼, 澄澈不带一丝其他, 骗别人或许会, 可我不会骗云云。 若他撒谎, 演技必定登峰造极, 世家连杰, 把持朝政。 陛下有心扶持数族, 以平衡士族的势力, 以徐官为首的数族 在朝堂之上迅速壮大, 同士族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中书令截获一份奏折, 上面参奏谢君圈地屯兵, 党同伐义, 卖官欲绝等, 洋洋洒洒列了十大宗罪名。 宫中深夜传召, 陛下定然是震怒。 与我的忧心忡忡不同, 谢君神态自若, 眼中似乎跳跃着火苗。 熟悉他多年, 这是他兴奋的神情。 我忍不住埋怨, 中书令既然截获了奏报, 为何又呈上去? 我为他穿戴官服的手指不住颤抖, 他一把握住, 云云莫怕。 他明亮的眼眸中, 倒映着我惊慌的脸。 谢君是谢家的家主, 我的夫君, 玄儿的父亲, 谢是一族的依仗。 他若是出事, 我们孤儿寡母如何能善了, 我如何能不怕? 他一手拦过我的腰, 紧紧相拥, 深深稳住, 攫取我口中的空气。 谢君松开我, 宽慰我, 好好看顾家里, 等我回来。 谢君被寇留宫中, 一连三天, 下了京东的第一场雪, 高墙红瓦一夜之间银庄素果, 入眼处, 尽是挨挨白雪。 谢君被放了回来, 陛下将他晾在天殿, 寒冬腊月, 没有衣球, 没有炭火, 生生冻了他三日。 谢君整个人瘦了一圈。 两颊通红, 发着高热。 大夫开了退热的药, 他喝过后便裹着雪球, 坐在软榻上。 世家大族早就派人过来, 一番寒暄过后, 便只留下几个亲近的, 关起房门来。 从前, 他避记着我参与到朝堂之事里。 这次, 或许是病中一恋, 一直牵着我的手。 他仿佛一个得胜归来的将军, 额发零碎贴于耳鬓, 和尚冒出粗粒的清茶, 明明是腿米的形容, 眼中却透着毫不遮掩的得意。 陈家表少爷戏谑道, 不是要借数族打压士族吗? 时宗大罪罗列的明明白白, 送到嘴边的肉, 怎么不敢咬了? 环家大爷公围, 还是太师提前预判精准, 九州兵马异动, 满朝文武晋升, 陛下接到中书令的消息, 怕是要吓尿了, 给他几分薄面, 倒让他自以为翅膀硬了。 一口一个塌, 将令人敬畏的黄泉, 踩入了尘土里。 陛下称定免了早朝, 此次诬告的首饭同饭 接连下雨等候发落。 陛下这是给谢公赔罪呢? 谢君审笑, 灯高必跌重, 若不把他捧上去, 谁能替我们平掉眼周那笔烂账? 说完, 他不经意地扫了我一眼, 诬告的首饭自然就是徐官, 我看着他们意气风发的样子, 听着毫无避忌的剑阅的话, 仿佛看见士族的权势达到新的巅峰。 树族崛起的势头戛然而止, 石密死了, 听说是在回去的路上, 惊了马, 摔出马车的时候, 已经没了气息。 前些十日, 我同他的菊雨, 传遍了士族女眷圈子。 外界, 圣传他的死于我有关。 我和徐官情谊一场, 他因弹劾谢君一案, 被陛下拿作替罪扬下了欲, 抢导众人推, 眼周官员的奏折如雪花般涌入中书令。 往年眼周那些烂账, 统统算到徐官的头上, 大有借他的命填平这个深坑的态势。 我见他时, 他整个人瘦了一圈, 眼中暗淡无光, 仿佛丢了魂一样。 石密死了。 我将这个消息带给他, 他却只是低着头, 愣然道, 一条贱命而已, 无足轻重, 不劳谢夫人特意相告。 你不必这样阴阳怪气, 石密之死与我无关。 他抬起眼, 反问道, 无关吗? 你什么意思? 他痴笑一声, 谢君为你出气呢? 他护着你, 一点委屈也不舍得你受。 我漠然, 这倒是有可能。 徐官见我沉默, 眼中复杂。 谢君这个人, 若想要什么, 一定是不择手段, 也要得到。 他恨极了谢君, 言辞偏激, 我不愿再听他的话, 我知道你心中难受, 我会去求谢君放过你。 他不会答应的, 他干脆利落, 让我惊了惊。 随即, 他说道, 当年他为了得到你, 一手策划了刘斐图村, 斩断你的所有语义, 从此只能依附于他。 这样的人, 你还要信他吗? 他面露癫狂, 带着几分报复我的快感。 我止不住浑身的激动, 颤乱的手, 将手帕捏得生皱。 好半天, 我只能憋出一句, 你胡说。 他沮丧地垂下头, 自嘲一声, 如今你谢夫人荣华富贵在怀, 哪里在乎那些人的冤屈? 不是的, 管家圣伯, 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和, 小鱼, 同生。 我颓然跌坐在地, 这些空口无凭, 你拿出证据来。 清雀大街, 寻阳像到底的礼府, 你亲自看一眼。 再次出门时, 寻阳像的礼府, 像一个魔咒, 萦绕在我脑海。 李四, 静安堂不是在清雀大街上, 为何改道绕路? 启禀夫人, 清雀大街人多眼杂, 未免多生事端, 我们向来都是避开此路。 夫人若是着急, 可否要奴才遣人倾道? 我松下门帘, 不必了。 这些年来, 我每日的一言一行, 都有人耳抱给谢君。 从前, 只将这当作谢君无微不至地呵护。 如今, 却觉得有一张无形的巨网笼罩着, 我自以为走的每一步, 实则是她操纵着傀儡线, 一切全在她的掌握之中。 我与掌公主一同去敬安堂祈福。 那日吉吉宴上, 掌公主为我解围, 我便邀她去京中兴开的吴童轩用善。 掌公主是我在这上京城里, 少说能说上体几话的人。 应掌公主的盛情, 我登上掌公主的马车。 马车驶过清雀大街, 路过寻阳巷, 许是我的运气好, 恰好瞧见一群人自向中乌央涌出, 为首之人昂首阔步, 身着金无味的官服。 赫然就是当年徒村的匪首。 浑身的血液, 那一刹凉了下来, 风声呼啸而过, 仿佛夹杂了那夜的大火, 圣伯的哀嚎, 小鹤的乌叶。 掌公主摇了摇我, 将我从尸神中换回。 怎么了? 瞧你脸色煞白, 可是身子不舒服。 一种恶心的感觉上涌, 我忍不住干呕起来。 最终, 这顿饭没有吃成, 马车一路驶回谢府。 府衣把脉后, 我已有一月的身孕。 和府欢欣鼓舞, 谢氏很久没有这样的好事。 就连向来金贵的老夫人, 都亲自来我房中。 此爱的笑容, 和煦地让人如沐春风。 好孩子, 你是个有福气的, 安心养胎。 传我的令, 往后府中公映以主母为先。 谢君下了潮就匆匆赶来, 他就站在房间的不远处, 由婢女伺候着吞去官帽, 手抱暖炉轰着, 满心满眼注视着我。 同他四目相对的刹那, 我只觉得遍体声寒。 这些年, 我竟从来没有真正看清过他。 云云, 脸色怎么这样苍白。 他俯上我脸的刹那, 我突然间埋到他怀中吐了起来, 污秽染了他一身, 气味也难闻。 他素来出名的解体, 却也不后退, 一手扶住我, 一手一遍一遍地顺着我的脊背。 安抚我。 吐得昏天暗地, 我双眼沾红, 眼泪止不住地流。 谢君心疼地替我擦拭眼泪, 与嘴边的会晤。 轻柔的声音哄着, 当年怀旋而时, 妊娠未曾这般严重, 晚间再请愿证来瞧一眼, 这他只怕是个调皮的, 辛苦我们云云了。 我看着他, 仔细地想要从他的眼中 看出一丝丝的虚伪。 可他就是那样焦急地望着我, 乌黑的眼中是明晃晃的关切。 我退却了, 那夜的大火, 一幕幕从脑海中闪过。 我嚎啕大哭, 发了狠地捶他的胸口, 却被他一把按住, 搂入怀中。 谢君只以为我运中多思, 抱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安抚。 徐官被判了斩立绝, 行期在来年开春之后, 竹园里冬雪沉沉, 将枝叶压得几乎低到尘土里。 玉珠带着玄儿, 一人拿了一根棍子, 纸箫敲上一下, 竹枝回弹, 速速地积雪散落, 将两个小人淹没, 止于咯咯咯地笑声。 嬷嬷急地忘记自己, 还揣着手套, 走起路来扭地滑稽。 你这死丫头, 少爷金尊玉贵的身子, 要是出了什么闪失, 你有十条命也不够赔的。 屋内燃着红螺炭, 红彤彤的炭火, 将屋内烘得暖洋洋, 一连之隔, 隔绝了外面的冰天雪地。 回首时, 对上谢君的目光, 望向我的目光里, 擒着笑意, 软踏的挨戟上摆着 他未看完的书卷。 一旁的紫金箱顶里, 淡白的香物鸟鸟腾起, 是他素来最喜欢的梨香。 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 身上罩着淡淡的寒意, 在软踏上盘腿坐着, 拿起了一本书卷在看。 我怀着决绝的意念, 他似有所查, 目光从书卷中抬起, 收敛了轻松的神色。 云云有事, 我的嗓音颤了颤, 我求你留他一命。 无需未言明是谁, 他自心之肚明。 看向我的眼神, 灰暗了一层。 他暗下了情绪, 仍然放柔了声音哄我。 徐官的判决, 是陛下亲批, 中书令直发大理寺定案, 云云是要为难我。 你不用和我装傻。 若不是为了给谢氏为首的 门阀一个交代, 陛下速来看中徐官, 如何会对徐官痛下杀手。 如今的中书令, 大理寺, 哪个不是听命于你呢? 他的脸色沉了下来, 云云, 你僭越了。 我无奈地仰天苦笑了起来, 他放下了书卷, 来拉我的手, 他联合官员弹劾我, 罗列我时宗大罪, 遇致我于死地, 可想过宽幼于我。 你却要我放过他, 云云, 你好生天心。 我甩开他的手, 可他所列罪行, 有哪一条冤枉了你? 谢君面上露出受伤的神情, 仿佛始料不及, 我竟这样看他。 我别过脸, 不去看他的神情, 这个人惯会演戏的。 黄泉之下, 生杀与夺, 他拔高了音调, 我费尽心机, 壮大门阀势力, 就是为了让我们, 不论在怎样的境地里, 都能掌握自己的命数, 到头来, 你竟觉得我所作所为该死。 陛下想敲打我, 我就得裹着单衣, 困于寒夜里瑟瑟发抖。 若不是他忌惮着门法权势, 恐怕我早就草席异果, 不知丢哪里喂狗去了。 若是我死了, 你以为谢家, 你和玄儿能善终吗? 天下人的刀剑都会挥向谢家, 覆巢之下, 焉有顽卵。 世家离黄泉最近, 对权力的敬畏是刻在骨子里的, 却也因为畏惧, 生出了反抗之心, 直到如今。 他的声音渐渐轻下去, 砸下一句, 这么多年了, 你还忘不了他。 明明我心中无愧, 却被他话中的难过, 坐实了几分委屈。 我不该动摇的, 这是我们欠他的, 不是吗? 谢君正然, 却没有太多的意外。 他盯着我, 似乎在私存, 我究竟知道了多少。 设计石秘与徐冠相识, 教唆石家以亲人相携, 逼得徐冠不得不与我退婚。 很多细枝末节的事, 一点点地串联起来, 便也想清楚了。 徐冠在军中给我写信, 突然间升任副营长, 奉命去执行一个任务, 却因错阳差得了石秘的亲眼。 原先他还在信中抱怨 石秘的大小节脾气, 后来这通信便戛然而止。 那时, 你正在眼周巡视。 他苦笑道, 你不能凭着捕风捉影的猜测, 就定我的罪。 我捡起床头上放着的一串猪链, 在手中抹萨。 这是小河送我的订婚贺礼。 他用了一个多月, 下河摸棒彩珠, 亲手攒起来的链子。 赶在订婚前夕, 送给了我。 谢君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这些日子, 我总梦到从前。 梦到圣伯拦着匪徒, 被人一刀劈了后背, 还喊着, 小姐, 快逃。 我学着圣伯的语调, 悲伤涌上心头, 匪徒来追我的时候, 小河拦着匪徒, 被他们一刀冠凶。 那该有多痛啊, 可他忍住了哀嚎, 只是呜咽着, 叫我快逃。 还有童生, 莫大娘, 那些有记忆以来, 就陪伴着我的人, 在爹娘去世后, 依旧无私爱护着我的人, 因为谢君的占有欲, 无辜地死在这一场大火里。 我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抚摸着还未显怀的肚子, 淡淡道, 我不为难你, 只求你留他一条性命。 你别再动什么外脑筋, 这个孩子, 可还要在我肚子里待上八个月。 谢君寒凉的眼眸微微一颤, 仿佛听见什么不可置信的事。 良久, 才听见他淡淡地吃笑一声, 在笑他自己, 抑或是在笑我, 都随那鸟鸟腾起的离乡, 消逝在夜风中, 无计无踪。 徐官贬为庶人, 多年荣马生涯, 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他离开京都之时, 我将一个平安符送到他手上。 他脸上挂着鞭痕, 整个人看起来憔悴又颓迷。 狱中这些时日, 他想必是经历了许多。 见着我时, 内疚得险些落泪,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 我不该将那些告诉你的。 我, 春寒料翘, 一如当年。 我将提前准备好的衣球给他披上, 帮他系好衣袋。 恍惚间, 好像回到了少年时, 我送他出征的情景。 都是分别, 心情却大不相同。 我拍了拍他的肩头, 朝他笑了笑, 徐官, 你走吧, 以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别再回来了。 他摸索着衣襟上刺绣的小黄花, 两滴泪落下, 阴开了水渍。 他抓着我的双肩, 情真意切地跟我说, 忘了吧, 云云, 把那些都忘了吧, 以后安心地享受你的荣华富贵。 我想笑, 却发现笑不出来。 如何能忘呢? 上了马车, 谢君端坐在上面, 我们四目相对, 相顾无言。 马车启动, 这一次没有绕道, 走过清雀大街。 寻阳巷, 如今只剩一片废墟。 不知缘和的一场大火席卷, 将整条巷子烧成了灰烬, 里面的人自然也没能逃脱。 从那之后, 谢君同我之间再无话可说。 从前, 即便是怀孕, 也常年歇在屋内的主君, 如今却搬去了书房。 当家主母和主君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很快就传递到了下面。 悬而调皮, 跑到议事厅时, 一群婢女着急忙慌地追上去, 几个侍卫弯腰去逮小少爷, 又唯恐伤到她, 让悬而在里面闹成一团。 回来时, 我们在院子里撞见了赏花的老夫人。 她今天招待娘家陈世来的两位侄女, 向来足不出户的老太太, 在这春日里倒是好兴致。 我记得其中一位陈小姐, 如今该称一生王夫人。 若是我没有嫁给谢君, 她本该是要与谢君婚配。 她等了谢君几年, 没能等来谢君松口那妾, 后来熬不住年纪, 嫁入了王家。 见着我时, 这位王夫人只是须须行了礼, 便被老夫人攥着坐下来。 悬而靠近时, 她警惕地护着肚子, 锐利地瞪了一眼。 以我的目光看过去, 宽松的裙挂遮住她微微起伏的肚子。 老夫人做事去捞悬儿, 小悬儿, 表姑母如今有了身孕, 可不能再淘气, 若是伤到腹中的弟弟, 可怎么好? 好动的悬儿就像一尾小鱼, 从老夫人的怀中溜出。 置身问另一个女子, 你是谁? 这时,小姑娘蹲下身, 温温柔柔地将悬儿抱住, 原来你就是悬儿。 小模样仿佛跟表哥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 我是你的倩姑姑。 王夫人缓了脸色, 朝悬儿哄道, 悬儿, 倩姑姑是不是生得很漂亮? 若是悬儿喜欢, 以后常让倩姑姑来府中陪你玩。 小孩子的心性单纯, 却也最敏感。 悬儿看向王夫人, 又看了看笑得和善的臣妾, 竟巨傲地仰起小脸, 朝王夫人结问, 我母亲是告命夫人, 你们是哪里来的穷亲戚? 李树竟这样松散。 酷似谢君的一张小脸, 如今连着轻蔑的神态也向了气氛。 气氛一瞬间凝滞, 谁也没料到, 谢玄顶着一张毫无攻击力的稚嫩小脸, 竟说出这样的话。 我赶忙捂住她的嘴, 从哪里学来的话, 真是不像话。 晚间, 我罚玉珠和冯默默在屋内跪一个时辰。 悬儿正在屋内面壁思过, 见着玉珠因为她受罚, 对着墙壁嚎啕大哭, 不是玉珠姑姑教的, 是悬儿自己听来的。 我不理她, 很下了心让她一个人干嚎着。 玉珠心疼不已, 悬儿从出生到现在, 就是她亲自照料。 夫人, 玄少爷还小, 这么干嚎着伤嗓子。 冯默默西行了几步, 伏在我脚前, 夫人, 今日之事另有端倪。 如今夫人同家主置气, 老夫人请了她娘家的侄女过来, 这分明就是要承虚而入, 夫人你切不可大意啊。 我看向不远处豪的满脸通红的玄儿, 朝她招了招手, 过来。 玄儿这才收了声, 抽抽耶耶地奔到我怀中。 不愿玄儿也沾染了这些后宅的勾心斗角, 我让玉珠站起来。 你带着少爷去洗漱吧。 他们掀起帘子, 窗外的风雪一拥而入, 寸缕的寒意很快消弭在暖哄哄的屋内。 冯默默是从我入府起, 就在身边伺候的老人。 我一介民女, 能在规矩森严的世家后宅里站立得住, 离不开冯默默兢兢业业的教导和提点。 我也深知冯默默是谢君的心腹。 这番话是谢君让你告诉我的。 冯默默的脸色白了白, 露出被拆穿后的窘迫。 可很快, 她又想到什么, 愁绪满容。 夫人, 你不为自身想, 也得为少爷想想。 不管是这个陈家, 还是其他的世家, 但凡入了门, 只要诞下孩儿, 那便是有一族之力相助。 届时, 玄少爷即便是敌出, 也怕是难以立足。 夫人在府中唯一的依掌, 那便只有主君待您的一片真心啊。 闻听真心二字, 我忍不住吃笑。 可笑过后, 便也知冯默默所说, 是我的实际光景。 那晚, 谢君再次卸在了我房中。 她面色晦暗, 瞅我的眼神, 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她要来牵我的手, 却被我闪身躲过去。 我们躺在一张床上, 盖着两床被子, 两个人, 井水不犯河水。 西灯前, 我对她说, 我们的日子, 就这么凑合过吧。 不久后, 我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取名谢离。 谢君很疼爱谢离, 总觉得谢离像我多一些, 而谢玄模样更像他。 等到谢离开盟, 谢玄已经能跟着谢君入书房议事。 这些年, 国伤民怨, 时局动荡。 东边有报名起义, 叛军势如破竹。 再次听见徐官的名字, 是在世家的艳乐上。 谁也没料到, 当年在朝廷昙花一现的徐都督, 如今是三十万叛军的首领。 陛下派了吏部尚书前去昭安, 被他斩首是余阵前。 惊得陛下一病不起, 连霸了三日早朝。 这些年, 谢君的身体大不如前, 大约是当年宫中受冻留下的病根。 不过三世而立的人, 已然两病斑白。 这几日, 受了粮, 便一直称病在家中疆养。 我将中书令送来的奏折带来给他, 上面十封奏折, 有九封上面写着徐官的名字。 这个时代的毒瘤, 终于化农溃烂, 摇摇欲坠的庞大王朝, 露出了大厦江青的危机。 他气恼地一把将奏折扫到地上。 我去捡的时候,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 云云, 徐官可有联系你。 我捡起奏折, 胆去上面的尘, 放回了桌案, 我的一举一动, 你不是了如指掌。 谢君咳了来, 煞白的脸呛得通红。 他红着双眼质问, 你是不是怪我? 我不怪你, 谢君, 我恨你。 为什么? 云云, 我这么爱你。 对, 你爱我, 我仿佛听见什么可笑的话, 杀光所有爱我之人, 让我在天地间无处可去, 无人可依, 只能依靠你, 这就是你的爱吗? 谢君,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谢君, 你把我李素云当成了什么? 他张了张嘴, 云云, 就在他伸手过来, 要擦我脸上的泪水时, 我才知道自己泪流满面。 云云, 我用尽手段, 只为了把你留在我身边, 我有什么错? 我只是爱你, 爱得入了魔, 我只是想要得偿所愿, 我有什么错? 一言一句, 置地有声, 竟让我一时语色。 他软了语调来哀求, 这些年, 我对你, 对玄儿, 难道不够好吗? 我掏心掏肺。 倾尽所有的爱你, 难道你感受不到吗? 我闭上眼, 谢君, 你的爱好可怕。 叛君功成略债, 逼近上京。 世家已经准备迁都, 可陛下坚持君王死设计, 天子守国门。 内外忧患重重, 陛下为安民心, 仍然举办了秋烈。 世家女眷坐在一起闲聊, 突然一个浑身是血的信使, 闯入围场面上, 惊得素来, 养尊处优的女眷们, 煞白了颜色。 谢君第一个追了出来, 不由分说, 从人群中拉住了我, 满脸推进了血色。 她招来了她的马鞠, 让我先上马, 自己则坐在我身后, 将我护在怀中。 不等我问发生了何事, 便听到一阵珊呼海啸, 从围场的深处突然飞驰而出一对流匪。 有匪徒混入秋烈之中, 人数。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惊疑地看向她, 却见她扯出一个不算好看的笑容。 直到我们抵达我们的抚兵驻扎之地, 才发现我周身浸染了鲜血, 身后是一件灌尖的谢君。 她倒下去时, 太阳似乎都未知倒旋。 她奄奄一息, 却不忘抓住我的手。 我看着太医们鱼冠而入, 脑子里一片空白, 云云, 别怕, 别怕。 她顶着毫无血色的脸, 却还在安慰我。 若是京都有失, 你便退守陈俊。 你是谢氏嫡母, 执掌门庭, 别怕那些闲言碎语, 等玄儿长大, 就交给她。 我握紧她的手, 别说了, 谢君, 你先智商吧。 她笑了笑, 弯弯的眉眼里, 充满了笑意。 云云, 你心里是有我的。 太医为她拔剑时, 却发现她周身血流不止。 恐怕太师之前便身重其毒, 以致受伤之后血流不止。 这毒好生奇怪, 恐怕是经年累月地侵蚀着太师的身骨。 太师身边高手如云, 何人能? 谢君白白手, 遣退了太医, 独独留下我。 她向来善于查看人心, 我的那点心虚和内疚躲不过她的眼。 谢君, 对不起。 她抬手来牵我, 微笑着哀求, 云云, 你亲亲我, 亲亲我, 我就不怪你了。 泪水一顿, 我看向她, 她露出示然的笑容, 下辈子, 我做一个君子, 做一个云云喜欢的君子。 那一刹那, 失去她的恐惧席卷全身, 泪水如绝堤一般。 我抱着她, 埋在她的胸口, 摇着她逐渐僵硬的身体, 谢君, 谢君, 谢君死了, 仿佛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生命。 爱也好, 恨也罢, 好像一切就此烟消云散。 我将她的手炉从暖套里取出, 将里面的炭灰, 并床头盒子里的香料, 一起倒入了河水里。 经历这次的刺杀, 陛下不再叫嚣, 跟着世家灰溜溜地踏上了迁都之行。 士族的高傲, 终是化作一柄自饰的匕首, 令其千疮百孔。 陛下在迁都途中惊惧而崩。 新皇登基, 重振朝纲之计, 向上天发布最己诏。 随后, 废除了九品中正治, 大兴科举, 朝贤纳士。 从此, 士族无法拿捏入室的口子, 渐渐淡出了朝野。 门阀示威, 王朝迎来忠兴之士。 多年后, 谢玄投身戎马, 四处征战收复师弟, 于四水一战中, 击杀叛臣徐关。 此后, 谢玄官拜一品大将, 光复谢氏门眉。 我大病了一场, 梦到了从前, 他好像还是少年时候的样子, 背着我过河, 摘好看野花替我粘花, 爹娘罚我跪祠堂的时候, 他偷偷给我送吃的。 梦中, 他将珍藏的镯子递给我, 问我, 云云, 你愿意嫁给我吗? 未及回答, 梦就醒了。 举家重回上京那日, 他们两兄弟提前回府中修缮。 抵达那日, 谢玄欢欢喜喜地来掺我, 而谢玄就在不远处站着, 眼神淡漠地看向我, 推门而入, 一切陈设如旧, 可再也不会有人目着春风而来。 满眼笑意地朝我招手说, 云云, 过来。 藩外, 谢玄视角。 我叫谢玄, 生于显赫的陈俊谢氏, 我的父亲是位列三公的谢君。 和别的门阀士族不同, 父亲厚宅没有成群的妾氏, 他眼中只有我的母亲一人。 父亲不喜欢我的开蒙师傅, 总暗暗跟我嫌弃, 周师傅迂腐, 竟讲些没用的人意之学。 但是, 母亲喜欢周师傅, 说他是难得的君子, 希望我也能养出君子之风。 父亲爱重母亲, 不论他说什么, 他从来都是附和, 尽管许多事他心中并不认同。 别仗着你母亲心肠软, 就伤他的心。 父亲总是这样警告我, 上书房时, 他却说, 用人识, 避其密林, 拿起软肋, 宽言相计。 父亲的双重标准, 只给母亲。 有人说父亲是英雄, 即便几十年后, 仍然有人怀念那个 在谢君带领下的 门阀称雄的时代。 也有人称父亲是个罪人, 门阀世家把持朝政的那些年, 豪族圈地, 苛捐重税, 民不聊生。 物极必反, 圣极生衰。 父亲的短寿, 就像是上天降下的惩罚。 迁都之后, 新皇登基, 门阀世威。 母亲带着谢氏在新朝中立住了阵脚, 仕途之路。 再不是任由世家垄断, 就连我也要从小苦修六亿, 才有一展报复的机会。 我思念父亲, 牢记父亲耳提面命的话, 悬而要长成一个大丈夫, 要保护你的母亲, 守护住家族荣光。 父亲为救母亲而死。 有留言, 我父亲这些年身体虚弱, 是母亲下毒所致。 我不信, 可我再也无法同母亲 回到小时候那样亲近。 似水一战, 我将叛臣徐冠斩杀。 临死前, 他像是出现了幻觉, 疯了一般朝我嘶喊, 谢君, 你杀了我也没有用, 云云心中只有我, 只有我。 我烦躁不已, 一刀了结了他的性命。 母亲听了这个消息后, 大病了一场。 我心中仿佛藏着无数的疑问, 可面对母亲日渐老去的面容, 一句也问不出口。 我们母子之间, 就像隔着一条沟壑, 不远不近。 直到母亲过世的那日, 尸周的棚子突然塌了下来, 她为了就一个无知地 偷偷捡馒头的乞丐, 被压在周棚之下。 我从来不曾想过, 平凡的一个上朝的日子, 会突然传来这样的噩耗。 这怎么都不像一个世家夫人, 该有的死法。 我得了消息赶去时, 只看见没有气息的她, 由一方白不裹着。 这些年, 积压在胸腔里的那些埋怨, 那些质问, 忽然就烟消云散, 只于来不及尽孝的懊悔和愧疚。 故事二, 我是公主, 王国的那种, 也是京城第一美人, 红颜祸水的那种。 大者兵马踏进皇城, 将皇室之人杀的杀, 关的关。 唯有我被留了下来。 楚明允带兵杀进皇宫, 搜到后宫之时, 我正拿着刀, 疯狂地捅着我名义上的父皇。 楚明允登基, 把我留在后宫, 大臣们纷纷上奏, 前朝公主留不得, 美人为妖, 日后必是祸患。 楚明允当夜来到我房内, 勾着我的竖腰, 问我怎么想。 我笑叶如花地靠在他怀里, 我想把他们都杀了。 楚明允点点头, 第二日宫门前, 斩首前朝皇室余孽, 当晚, 他则是让我去牢里 看了我的皇兄, 我笑着站在他面前。 他冲我破口大骂, 娼妓之女, 你和你娘一样。 我笑呵呵地看着他,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张嘴。 楚明允让人割了他的舌头, 我让人牵来了一条狗。 黄兄你看, 你的舌头狗都不吃, 他气得要死, 但他越生气, 我越开心。 斑红是我的黄兄, 但实际上, 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他是天子所生。 可我却并不是他口中的娼妓之子。 我娘曾是扬州财女, 我爹则是一方父户, 他们夫妻禽色, 日子幸福快乐, 皇帝出巡无意间看见我娘, 心有歹念, 于是让当地的官员 以莫须有的罪名抄了我家。 我爹在被抄家那天人头落地, 我的兄长无疑幸免, 我和我娘成了官绩, 皇帝此时出面。 他对我我娘说, 跟他回宫, 他可以保证他和我一辈子衣食无忧, 还可以为我爹平反, 让我住在皇宫, 免官绩的身份。 我娘同意了, 带着我入宫, 我娘长得美, 皇帝喜欢得不行, 几乎是夜夜宠幸。 而我也被封为公主, 对外只说是, 多年前皇上在外有的女儿。 世人被皇帝随口编的谎言蒙骗, 皇帝夜夜声歌, 他们不骂他是婚君, 反而骂我娘红颜祸水, 祸国殃民。 而我, 宫外的人不知道我的身份, 可是宫内无人不知。 他们不是不知道, 我娘是如何被算计抢夺带回宫的, 不是不知道, 我和我娘出身清白, 但他们还是看不起我们。 嫔妃们厌恶我, 公主们嫌弃我, 就连公币奴仆表面上喊我公主, 私下里都叫我小娼妓。 我娘让我学会隐忍, 她说她知道当年家中, 事情的真相如何。 她要我永远记住, 我爹人头落地的那一刻。 她让我别忘了, 兄长们是如何在牢中被活活打死, 更别忘了她是如何在宫中被折磨。 我娘说, 不要信宫里任何人说的话, 如果我有机会, 一定要拼尽全力逃出去。 可是我没告诉她, 我不想逃, 我要让始作俑者惨死刀下, 要让整个皇宫都烧起来, 来填平我心中愤恨。 我没有刀, 便以身作刀。 此日, 宫门前行台上, 新朝百官以及百姓们 乌泱泱围坐一团。 我那位皇兄脑袋落地时, 眼珠子依旧死死瞪着我, 似乎不甘心 我这样出生的人还活着, 而他却要人头落地。 可整个皇宫里的人 又有谁在意, 我和我娘 本是清白人家出来的。 我目光始终落在那颗 血淋淋的人头上, 一只大手附在我眼前, 挡住了血腥。 还想要什么? 我想了想, 告诉楚明允, 我想出宫, 回扬州。 楚明允并没有应下我的要求, 而是搜刮了皇宫内所有钱财, 将皇宫内好几座宫殿推平, 大肆挖掘修建, 最终修缮成了扬州水乡的模样。 前朝那些大臣又开始纷纷上奏, 说为后宫破财, 实乃昏君之为。 楚明允干脆不上朝了, 让人把奏折送到后宫来。 他逆风而行, 住进了我的宫殿。 则, 这帮大臣也太过操心, 赶明都送回大楚旧城。 楚明允抱着我, 将手里第十三本参我的奏折, 丢进熏龙内。 他们也是为陛下好。 我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应该说些什么, 其实, 我同那些大臣想的一样, 想让楚明允放我离开。 若真的为我好, 这个时候, 他们应该立刻肃清前朝余孽, 快速掌握各州势力, 延误商骨浓税, 哪个不比揪着我后宫 宠惯着谁更重要。 楚明允捏了捏我的脸, 把下一本奏折放到我手里, 让我读给他听。 但我学识有限, 在宫里没有人让我读书, 我现在识的字 还是在扬州时跌跌教我的。 楚明允听我读得磕磕巴巴, 无奈握住我的手, 开始教我习字。 时间久了, 前朝官员顶不住了, 他们松了口, 不再揪着我的事, 只求楚明允上朝。 楚明允这才满意地继续上朝, 而我依旧留在宫里, 看着宫内的扬州水乡, 时常发呆。 我在想, 应该何去何从, 我不属于皇宫, 从来都是。 我娘说盛世需要美人点缀, 乱世需要美人顶罪。 她被接近宫里时, 人人都到国运昌龙, 恭喜皇帝身边有位 如神女转世般的美人, 此乃祥瑞之兆。 可当边外战火纷飞, 皇帝荒淫本性暴露, 他们又说我娘是妖妃, 霍国殃民, 理应处死。 明明我娘什么都没做, 只是因为长得好看, 便家破人亡, 未来命数皆不由己。 那我呢? 嗯, 比起我娘我直接省了那不夸奖, 一跃成为霍国殃民的妖女了。 楚明云以雷霆手腕快速改革, 减赋税收盐物, 盐管商户, 他并没有斩杀全部前朝命官, 但这些命官有些不知好歹, 要求楚明云暂缓改革。 当务之急, 应以扩充后宫延免子嗣为重。 这次楚明云听了, 他扩充了后宫, 也就是我, 下令封我为皇后, 前朝和原本大楚的官员, 齐刷刷地跪地阻拦。 楚明云执意不改, 有几个老臣准备来个死见, 他下令把那些要死见的人都关起来了。 陛下不该这么做的, 我无奈, 只能诱劝着楚明云。 我感激他帮我报仇, 但不想留在皇宫里。 楚明云揽着我的腰问我, 阿苑, 不想当皇后。 那想做什么? 贵妃? 我想回。 我在带兵静京的路上, 听闻一个故事。 八年前, 扬州被抄家的秦府, 有两个被判流放的少爷, 似乎得罪了人, 有人想让他们死在牢中, 却被当时的狱卒悄悄放走, 不知现在何处。 我瞪大眼睛, 那句想回扬州的话, 硬生生吞回去。 贵妃就好。 楚明云捧着我的脸笑了, 传令下去, 不封皇后, 改封贵妃。 闻五百官只当她是退让了, 便说贵妃也行, 顺便提起选秀的事。 楚明云没拒绝, 宫里开始忙活起来, 忙活我封贵大典的事, 忙活即将要选秀的事。 只有我很清闲, 清闲地每天想着那两位兄长的下落, 有时候还在想, 这明云是不是骗我的。 她说我当好贵妃, 早晚有一日, 让我见到兄长。 以前的皇帝也是这么掌控我娘的, 给她一些活着的牵挂与希望, 让她顺从, 让她不敢寻死。 现在我也在宫里有了念想, 盼着自己早早当贵妃, 早日寻到不知是否还活着的兄长们。 楚明云给我请了两个教习嬷嬷嬷, 但不让她们叫我规矩, 反而让她们叫我读书识字。 嬷嬷们拿来的女责, 女界都被楚明云烧了。 隔天, 她给我送来四书五经, 上面的文字晦涩难懂, 更苦了嬷嬷们, 夜里要先温习这些书, 隔天再来教我。 楚明云看见我和嬷嬷们 脑袋凑在一起, 钻研难以理解的话时, 她嫌弃地择了择嘴, 班国难怪会亡国。 我不理解班国亡国 和我们读不懂四书五经 有什么关系。 楚明云也没细说, 而是给我换了两个女教习, 她们说着大楚的方言, 我觉得还不如嬷嬷们说得明白呢。 选秀时, 宫里住进来很多女子, 在正式选秀前, 我总能看见她们在宫里乱晃, 有楚人, 也有班国人。 嗯, 现在都是大者的人了。 我闲来吴氏, 乘船摘莲花, 我刚摘下来一朵好看的, 有个姑娘便大喊一声, 喂, 御花园里的花你也感动。 我不明所以, 整条湖都是给我建的, 摘朵花怎么了? 我抱着花眉里她转身上了岸, 听见姑娘身边的人低声说着, 她就是前朝留下的余孽, 那位祸国的公主。 我听着声音很熟悉, 走过去一看, 还认识。 她见了我就躲, 她身前的姑娘倒是护着她, 便是陛下心宠又如何。 我爹可是一路跟着陛下打进京城的大将军, 你敢碰我? 我摇头, 直指了指她身边的人, 我要她。 姑娘掐着腰, 有些蛮横地说道, 你休想, 本小姐的人伦得到你来指指点点。 我看眼姑娘, 无奈地告诉她, 我不是对你说的。 她一愣, 我身后的侍卫 已经上前几步将那丫鬟拿下。 她被押跪在我面前, 我垂眸看着她。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前朝公主啊。 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 再次卷起恨意。 我让侍卫带走她, 将军小姐不依不饶, 我让她自己去找楚明允告状。 那位小姐还真去了, 不过我没心思管她, 我在柴房里看见被绑严严实实的三公主, 我拿着一把匕首, 蹲在了她面前, 还以为破城那天所有皇室都抓住了。 没想到, 三公主本是这么大, 竟然逃了出去。 三公主瞪着眼看我, 我用匕首拍了拍她的脸, 你兄长死前也是这么看着我的。 她嘴里塞着帕子, 却依然在狂叫, 我微微笑着, 眼里满是恨意。 比起只辱骂我的班红, 我更恨这位三公主。 因她是公主, 为出价钱都是住在宫里的, 她可以随时来到我所住的地方, 气不顺了就打我一顿。 若是看我吃得好, 便会让人抢了我的饭菜, 换上狗食扔到我面前。 我不吃, 她便让工人压着我, 把我的脑袋按进狗食里, 生生逼我吃下去。 而这还不是更过分的。 我记得有一年我爹爹忌日, 我娘苦苦哀求, 并答应老皇帝很多非分的要求, 才同意让我给我爹烧点纸。 那天, 我刚在我的公园内摆好烧纸的盆炉, 三公主带着一堆工人浩浩荡荡闯进来。 她抢走了所有纸钱, 让宫女奴才齐刷刷站成一排, 把纸钱分给他们。 我给他们磕头, 他们给我一小落。 那天我磕到头肿, 原以为三公主会放过我, 但她却把我怀里好不容易拿到的纸钱, 全部打散。 她让我跪在她面前, 让好几个工人一起打我。 你要不是有个会伺候人的娘, 你能爬进宫里当公主。 我打你都是给你脸面, 若想今日烧纸钱, 就乖乖给我受着。 我那天被打得很惨, 浑身上下没几块好地方, 三公主得意地离开, 我忍着痛在院子里 把散落的纸钱捡回来。 我娘知道我挨打, 伤心忧郁地病了好几日, 皇帝难忍寂寞, 想念每人在怀的滋味, 这才装作模样地 带着御医来看看我。 她当着我的面 罚三公主禁足, 可看着我的眼神, 却恨不得杀了我。 但她又想我娘乖乖听话, 不得不留着我, 她厌恶地叮嘱我在宫里 少惹事, 然而在我愈发展开之后, 她眼神开始变得贪婪。 若非当时楚明允入京, 她为和大楚交好, 也不会把我送给楚明允。 是了,破宫那日 并不是我和楚明允 第一次见面。 我们初次见面, 在更早之前。 那时候大楚招兵买马, 已经有扩展疆土之意。 她作为皇子, 被派游走几国之间, 皇帝为讨好她, 把我送到楚明允 暂住的驿站。 楚明允刚看见我时, 还曾说, 还是贵国皇帝有诚意。 我在驿站待了半个月, 楚明允几乎就没让我出过屋, 甚至连床都不想让我下。 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也想带我走。 我还是求了好几次, 没少在床上讨好她, 才换来她同意我继续留在班国。 而我当时想留下, 只想陪陪我娘。 自从她知道我在宫里过的笔狗都不如之后, 她整日郁郁寡欢, 为了让皇帝能照拂我一二, 她忍着心头恨, 每日扯着笑脸, 藏着厌恶去侍奉皇帝。 皇帝被她哄得开心, 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一点。 但我知道, 我娘很不开心, 她的眼神除了看向我时有一丝光亮, 余下都是死气沉沉的。 是无论怎么伪装, 眼里都有种划不开的玉, 我就好像是一根线, 拽住了我娘唯一的生机。 我清楚我娘继续留在宫里是折磨, 可我想自私地再留她几年, 想着几年就好。 我不敢让她知道我有了靠山, 怕她会放心地离开我。 我求楚明允早点攻破京城, 我心里还幻想着, 有朝一日我能和娘亲回到扬州水乡, 回到我们曾经住过的小宅院里。 但是我没等到, 楚明允来得已经够快了, 但我娘还是死了, 不是死在自己忧郁心结之中, 而是死在了老皇帝手里。 边外战火四起, 百姓们哀声怨道, 甚至有直言要开城门迎楚人。 皇帝怕了, 他说自己被妖妃蛊惑, 于是把妖妃杀了。 百姓们暂时信了他, 不再反抗官府的征兵。 而我娘连一口棺果都没有得到, 反而被拉到皇城门口, 尸体在烈日炎炎下暴晒, 承受百姓因为恐慌而愤怒的谩骂。 他们不敢怨上有权势的皇帝, 只能拿着一切顺手的东西 打砸我娘的尸体, 将国运衰落的罪过, 全都推到我娘身上。 所以,我恨,恨这个皇城里的每一个人, 当然包括我眼前的三公主和我自己。 那夜之前,我娘虽苦闷怨恨, 但为了我,她始终宽慰着自己。 而你撕碎了她的幻想, 让她知道我在宫里过得并不好, 她死前被苦痛折磨, 你也是罪魁祸首。 我目光怨恨地盯着三公主, 三公主还在摇头, 我伸手扯下她手里的布。 当年,我父皇就不该把你送给你楚明云, 你以为你攀上她就有好日子过了? 等着看吧, 你只会比你娘死得更惨。 啊! 我握着匕首在三公主的脸上狠狠滑下, 伤口蔓延至嘴巴。 她疼得止不住地叫, 我身后的门忽然被打开。 陛下,你看她多狠毒, 这样的人你怎么能让她留在身边? 将军小姐指着我控诉, 我在三公主的衣裙上擦了擦手上的血迹, 平静地看着楚明云。 我不否认我在看见仇人时会变成个疯子, 也从没想掩饰过一点。 开心了吗? 这明云伸手示意我, 我把手搭过去, 走到她身边, 便宜她了。 那就不让她轻易地死, 她对你做过什么? 我看了眼屋内多余的人, 楚明云将多余的小姐送出宫, 我把三公主对我做的事一件件告诉她。 楚明云抱着我, 从我手里拿走了匕首, 前朝女眷都关着, 她母妃是哪一个? 楚明云揽着我离开柴房, 我听到三公主撕心裂肺地喊着骂着, 我竟然笑了出来。 看来前朝那些人还有些用处, 不如都提出来, 我每天换招法地给阿怨出气。 楚明云这么说, 也就真这么做了。 第一天, 楚明云拆人搬一盆的朱石, 也不管三公主脸上的伤, 直直把它按进朱石盆里, 她又不知从哪弄了些乞丐, 那些乞丐手里端着碗, 三公主磕个头, 他们给盛一碗。 她要把整盆朱石都吃完, 剩一口便从她身上挖一块肉。 我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那些被带过来强制围观的前朝飞品女眷, 怕得不行, 纷纷在旁边给我磕头认错, 求我放过他们。 我轻轻笑了笑, 可是他们当初谁放过我和娘亲了。 我娘进宫的第二天, 便在拜见皇后时, 被众人刁难, 众人狠狠踩了她的手。 他们娘家都有权势, 根本不怕让我娘吃点苦头, 而被皇帝训斥。 他们让她敬茶, 装满滚烫水的杯盏, 让我娘握在手里, 不能松开。 我娘不会宫里的规矩, 那些嫔妃没少以此为借口, 折磨我娘。 皇帝视而不见, 我娘忍气吞声。 过去的那些年里, 谁放过我们了? 我看着三公主 跪在地上使劲呕着, 我没什么心情地起身。 下回还是让人转述给我听吧, 亲眼看见, 还是太倒胃口了。 楚明允配及我的人很听话, 从第二天开始, 给我转述 今天又有谁被怎么惩罚了。 看着镜中的我, 仿佛看到我娘当年的模样。 不同的是, 当时的她浑身是压抑悲伤的, 而我则多了一抹的阴郁。 我不太明白, 楚明允到底是怎么 对我这张阴沉沉的脸, 还能笑出来的。 这样的我, 自己看了都觉得可不, 自从宫里多了个 每天折磨人的地方。 原本那些近来选秀的女子, 私下里对我还多有议论, 现在她们都不敢说什么了。 她们看见我会恭恭敬敬地行礼, 仿佛我一个不满意, 她们下场就会多惨似的。 不过, 我对她们压根没什么想法, 即便未来她们中的谁 可能是楚明允的妃子, 我也没什么多余的心思,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想知道 兄长们是否还活着。 楚明允依旧是 每天来我的宫殿, 我缠着她追问兄长的下落, 她却始终不肯透露半分。 终于, 我忍不住发了脾气, 在楚明允想要碰我的时候, 一脚踹开了她。 楚明允非但没生气, 反而高兴地连第二天上朝, 都心情愉快了很多。 教我识字的女先生问我, 昨天晚上做了什么, 竟然能把陛下哄得那么开心? 嗯, 你们陛下可能有点什么病, 歉孽。 让大臣们更开心的是, 楚明允开始选妃了。 她们并没有高兴两天, 所有进宫的秀女 全都落选了。 大臣们又开始纷纷上奏, 甚至还有主张 请僧人道士进宫做法事, 他们说我让陛下迷了心智。 我看到有着妖妃, 霍国这些字眼的奏折, 我心里那股风很近又上来了。 我摔了奏折, 楚明允还是问我怎么想。 我一如当初的回答, 我想把他们都杀了。 楚明允不选妃, 跟我有什么关系? 难道我拿刀架着她了? 老皇帝被我娘美色所吸引, 她当昏君跟我娘有什么关系? 难道我娘愿意看到 因为她长得美, 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吗? 我们只不过是长得漂亮, 我不明白这到底有什么罪。 楚明允把写这些奏折的人都关进了大牢。 我去的时候, 他们在牢里还不停地叫冤, 说他们是为了千秋设计, 为了陛下的前程。 他们是在忠言逆耳, 他们看见我破口大骂, 有些知道我底细地干脆直接喊了娼妓。 我让狱卒拿着鞭子给他们美人挤鞭子, 所有人都疼得哼哼没力气叫喊了, 我才缓缓开口。 我和我娘本是清白人家的妇女, 前朝皇帝觉得我娘貌美, 灭了我满门。 我娘为了不让我以官计的身份生活, 才被迫答应有血海深仇的仇人进宫, 这难道是我们的错吗? 都说朝廷命官是苦读诗书一招金榜提名, 才能入朝为官。 我想听听这些有学识的人到底会怎么说。 你娘若安分守己, 不刻意招风引蝶, 又岂会招来灭门之祸? 若你们沦为官计觉得耻辱, 更该早早悬梁自尽, 何必苟且偷生? 我笑了笑。 不愧是阎官啊, 字字朱鸡, 直戳人心肺。 他们一口一句娼妇, 满嘴仁义道德, 将我和我娘的悲惨, 推怪在我们貌美, 我们不安分守己, 我们不肯以死保贞结身上。 他们骂得越难听, 我笑得越开心, 等到他们骂累了, 我才继续开口。 那我倒要看看各位大人, 又是如何有骨气的。 我回去找了楚明云, 我说这世界不该只有女计。 她立刻让人在城中 开设了一家南风关, 把那些牢里的大人 统统送进去, 凡是进去过玩乐一圈的人, 不论身份高低, 全都有赏。 这件事一出, 我成了真正的妖妃。 但我不在乎, 我现在更想知道, 那些大人究竟多有风骨, 然而结果让我有点失望。 楚明云只是差人说, 如果他们撑过来, 家官进爵,赏金赐银。 于是, 他们一个都没死, 好生没趣。 南风关一见, 原本对我还有不满的人, 都不敢再上奏折, 说有关我的半个字。 楚明云不想选妃, 他们也不管了。 楚明云也很争气, 他们不插手后宫的事, 那他就把朝事处理得明明白白。 关乎于民的是, 楚明云给他们极大的话语权, 阎官就是在僭越, 只要不是无理取闹包藏祸心, 哪怕在朝上跟他叫嚷。 帅帽子, 这明云都不在意, 只要一涉及到我的事, 这明云当场翻脸嚷嚷着要宰人。 时间久了, 百官懒得提了, 至于百姓, 他们更开心, 现在赋税下降, 贪官污吏全被整治。 而他们又不知道后宫的事, 只知道现在的陛下后宫只有一位贵妃, 他们夸贵妃一定是贤良淑德, 才会让陛下专心而待。 我还是成了点缀盛世的美人, 官员不再为难我了, 那些与我有仇的人, 死得死, 疯得疯, 要不就流落在南风关, 靠着楚明云给的希望未来苟且偷生。 这回彻底没剩几个了, 倒是三公主命硬, 始终还有一口气, 她被关押着, 人有点疯癫了。 我早就懒得去落井下石, 每天丢石头, 我也很累。 楚明云最近经历有些旺盛, 有时候折腾我一夜, 她第二天还能精神抖擞地去上朝。 只苦了我, 一碗又一碗婢子要下肚, 这药不是楚明云给的, 是我自己想喝的。 我始终认为, 我不会在宫里留太久, 渐渐地也明白, 楚明云口中所谓我活着的哥哥, 只是想让我不要再提离开的谎言而已。 一如当年老皇帝用我威胁我娘, 不让她自枪离世。 当年老皇帝那么喜欢我娘, 也是不准她生下皇子的, 觉得我娘不配, 所以我觉得楚明云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我没有高贵的出身, 她现在是胸有宏徒, 不愿被后宫事所困扰, 所以不立皇后, 不纳妃。 等到朝廷局势彻底安稳, 我这个点缀盛世的美人, 也就没什么用了。 我现在阴郁的样子, 实在算不得美。 我娘说, 我笑起来才是最漂亮的, 可从我家被抄家的那一刻, 我就不爱笑了。 我喝药, 被楚明云发现了, 她摔了我的药碗, 历生质问, 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敢随便让我喝药。 我第一次看见她发这么大的脾气, 满电工人跪满地, 我也跪了下去。 楚明云刚要拉我起来, 我便抬头告诉她, 要是我让御医开的, 跟他们都没关系。 楚明云伸过来的手将在半空, 最后拂袖离去。 我以为她发这么大的脾气, 肯定要好久不来找我的。 结果她半个时辰后, 就回来了, 我小桌子上的点心, 都来不及撤下去。 朕生气, 你就一点都不在乎。 她从不在我面前自称朕, 我微微皱眉, 讨厌这个称呼, 总会让我想起那个老皇帝。 楚明云敏敏纯, 从我手里抢走了半块点心, 既然贵妃想喝药, 那以后就多喝点。 贵妃这个称呼, 我也很讨厌。 我偷偷摸摸瞪了楚明云一眼, 看着剩下的点心, 也没心情吃了。 她却心情大好, 晚膳都多吃了两碗。 吃吃吃, 何该撑死她? 楚明云说, 要让我多喝药, 御医院还真的早晚都送药来。 我问她们这是什么药, 御医告诉我是新配的壁子药, 比之前的药效更厉害。 可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想喝了。 我找楚明云推托几次, 借故药太苦我不想喝, 她转手往我嘴里塞几个蜜饯, 让我乖乖喝药。 喝就喝, 我才不想怀你孩子。 嗯, 我怀上了。 御医把脉说的, 我有些不安, 我天天喝药, 怎么还能怀上? 难道, 有我忘喝的时候? 我不敢声张, 想到楚明云让我喝药的尽头, 我心里没底了。 她应该是不想要这个孩子的吧? 我偷偷去找御医要落胎药, 御医转头就告发我。 楚明云怒气冲冲地过来, 却看见我抱着弹鱼干呕的时候, 缓了脸色。 阿苑, 你若真的不想生, 这个孩子不要也罢。 我意外地看着他, 不是你不想要吗? 一天两晚的婢子药, 我想不喝都不行。 楚明云眼底忽然攀生笑, 乖, 那是我让御医骗你的。 那两晚只是疏欲补身的药, 我又把楚明云踹出去了, 他果然很会骗人。 我怀孕时很难受, 每日里什么都吃不下, 吃什么吐什么, 人也消瘦了不少。 整日乏力贪睡, 没多少精神头, 恍惚地连日月时辰都不记得。 楚明云急得天天要砍御医的头, 刚开始, 御医还诚惶诚恐, 再发现只要我不点头, 他也只是嘴上叫得凶之后, 也就不怕了。 甚至, 还会在楚明云喊着 要砍他们的头时, 淡定地对他, 陛下, 您安静一点, 您吵得微臣 都无法专心给娘娘把脉了。 楚明云捏捏地去门口蹲着, 御医说我是心情郁洁, 导致的没食欲, 让楚明云想办法逗我开心。 楚明云使出浑身解数, 我还是没高兴多少。 我这病一一是心病, 或者说是幼年就养成的郁洁。 我实在不觉得 世上有什么是值得高兴的事。 曾经娘还在世的时候, 我是有念想有盼头的, 现在娘都不在了, 不知道这生活有什么意思。 哪怕, 楚明云将宫内的扬州水 相伴得热热闹闹, 甚至还搭建集市, 请扬州人来表演。 我还是高兴不起来, 我想的从来都不是扬州那片地, 想的是我幼年少有的美好记忆, 浇惯我的爹爹, 爱我的娘亲, 护我的兄长, 和那个曾经幸福天真的我。 月份越来越大, 我以怀孕不能侍寝的由头, 求楚明云那妃。 楚明云并不同意, 我干脆大胆地 直接在她和官员谈事的时候, 挺着肚子找丞相, 让她帮楚明云选妃。 丞相乐得胡子都歪了, 这明云气地想砸东西, 最后只狠狠地摔了根最便宜的狼嚎。 她问我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非要给她那妃不可? 只要你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 我就那妃。 我沉默了, 我总不能告诉楚明云, 我觉得自己快死了吧。 我可能生不下来这个孩子, 我现在的状态, 像极了我娘知道我挨打后的模样。 太阳何时升起, 何时落下我都不关心, 今夕何年, 我也不在乎。 我提着口气, 却不知这口气最后会去向哪里。 我眼里的阴郁, 只剩下了郁, 更不敢告诉楚明云, 我看到扬州水乡, 就更想念我的爹娘。 我怕她会自责。 虽然, 我至今都不知道 这明云到底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但我很清楚, 如果她知道 我是因为她做的那些事才更忧郁, 她一定会后悔的。 我不想让她后悔, 她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爹娘兄长。 唯一一个对我好, 而且是最好的人了。 楚明云没从我嘴里问出, 我想给她那非的缘由, 但她看见我每日消沉的模样, 还是网宫里接了不少人。 我放心了下来, 我摸着肚子时不时地跳动, 经常会冒出 不想让她出生的想法。 若我生下这个孩子, 自己没撑住, 未来又该有谁能保护她? 楚明云吗? 人走茶凉, 我并不完全地相信她。 这种念头越久, 我心里不想 生下这个孩子的想法越坚定。 甚至午夜梦回, 经常能梦到我爹和我娘, 以及我的兄长。 他们在梦里质问我, 为什么还要留在皇宫? 周围质疑声, 谩骂声越来越多, 我娘狠狠地摇晃我, 问我什么不逃。 吵嚷着的声音吵得我乏泪地睁眼, 发现摇晃我的不是我娘, 而是楚明云。 阿苑, 我带你兄长来看你了, 你睁开眼看看。 楚明云的声音很急很慌, 我冲她笑了笑, 你又在骗我, 用这一个理由骗我这么多年, 还骗不够吗? 我累得只想闭眼睛, 楚明云却还在抓着我, 阿苑你自己看看, 我没骗你, 我从来就没有骗过你。 我被她磨得有些不耐烦, 睁眼去看, 却看到了两个瘦高男人。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 他们是我的兄长。 本该在十多年前就死掉的人, 他们的模样和我幼年记忆里 很像很像, 都很像爹爹, 儒雅随和。 我看着楚明云, 问她, 我是还在梦里吗? 还是我已经死了。 她掐着我的胳膊, 我疼得想踹她, 我惊觉肚子没了。 我惊恐地摸着肚子, 楚明云告诉我, 我已经生下来了。 我这才闻到 屋内还有血腥气没散去, 旁边太医说着什么活过来了。 楚明云抱着我哭, 我却茫然地看着这一切。 楚明云告诉我, 我自从肚子越来越大后, 精神状态就很不好, 总是昏昏沉沉地睡着, 或者望着扬州水乡发呆。 原来, 我在不想要这个孩子的时候, 就已经是快生了。 我坐月子的期间, 楚明云毫不避讳地 让我两个兄长进宫作陪。 他们告诉我, 幼年家中落难, 是爹爹曾经帮助过的那些人, 一直在救济他们, 那些人冒着风险将哥哥们藏了起来, 后来大楚攻打过来, 唯独避开扬州。 他们避免了逃难, 想着我和我娘很可能还活着, 便四处散播消息, 希望我和我娘知道哥哥们还活着, 并且能顺利找过去。 楚明云派人去找, 那些人并不知道皇室找哥哥们是做什么, 他们又将哥哥藏了起来, 直到我有孕期间。 忧思过重, 眼看着要不行了, 楚明云满天下发告示, 哥哥们这才知道皇宫里那位得宠的贵妃是我, 于是匆匆上京。 坐月子期间, 有哥哥陪我, 他们告诉我, 这些年他们在外面过得虽然很苦, 但幸运的是始终无病无灾。 他们一直没放弃找娘和我, 只是遍寻扬州勾兰, 都没有我们的消息远想着等到新地登基, 朝中吻一吻, 再离开扬州继续找我和娘, 没想到先看到了告示。 兄长们很愧疚自责, 可我知道他们还活着, 就已经无比高兴了。 尤其是当哥哥们说, 他们这些年一直没放弃过找我和娘, 我突然觉得我的苟且偷生是有意义的。 不过当我这么跟哥哥们说的时候, 他们反而意外地看着我。 妹妹嫁给新地之后, 应该不算苟且偷生了吧, 这些日子我们在宫里, 可听说新地把你宠上天了, 连百官大臣们都不敢多说你一个字。 听着哥哥们的话, 我开心地笑了笑。 是啊,楚明允的确宠我, 但似乎对于楚明允来说, 只有更宠,没有最宠。 让男子陪坐月子, 已经是害天下之大文。 楚明允这次来了个大的, 在我出月子后, 他突然下旨将皇城设定在扬州附近的金陵。 文武百官丝毫不意外。 后来, 我问了将军府的小姐才知道, 在我还没怀孕的时候, 楚明允就在筹备这件事了。 我怀胎十月, 金陵皇城甚至已经修建完了, 百官们浩浩荡荡地迁移, 我走进扬州的那一刻, 恍如隔世。 金陵与扬州相聚百里路, 虽也算不得进, 但终归是方便回来。 刚入京时, 我让人在山上挖了半年, 才挖到你娘的尸骨, 如今已经火化, 和你爹当年被人留下来的骨灰 埋在铜储了。 我在扬州修建了秦家家祠, 你爹娘排位设立其中。 我惊讶地看着楚明允, 她居然做了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 我曾经一直觉得楚明允, 也不过是对我有所图。 而我有的只有美貌, 可若只图我美貌, 那她为我做的也太多了。 阿愿, 你的容貌足以让天下任何男人动心, 我是俗人也不例外。 我沉默地垂眸, 这是我早就知道的真相, 生在这个世道, 长得太美, 本身就是一种错。 楚明允捧着我脸, 让我直视她, 可是阿愿, 这世上的人不尽是相同的。 旁人遇见路边娇艳的花, 便想折断其根, 带回家里供养, 活到几时便是几时, 逼着花苞绽放, 坐井赏玩。 而我, 何其有幸捡到那只花根尚未枯死的花, 我只想好好教养这朵花。 楚明允的眼睛很亮, 也很纯, 会让我忘记它是个杀法果断的帝王。 长得美不是你的罪, 是我的性。 是老天待我不薄, 让我能遇到见你, 拥有你。 我甘愿在你身上沉溺, 有关风月那也是我色俗。 你是我眼中最美风景, 我想永远将你那尾己用, 当然需要精心呵护。 阿愿, 不是你要感谢我的照顾, 而是我要感谢你的驻足。 楚明允很少说这么多话, 她的一言一语, 像幼年时, 扬州湖畔旁吹得清风, 吹散我心中化不开的浓郁。 阿愿, 我一直最后悔的事, 就是没能再早些入金, 我来得太晚了。 她目光真挚, 我开怀地笑了出来。 我伸手抱住楚明允, 扶在她耳边告诉她, 声音中难掩笑意。 不晚, 你来得一点都不晚, 你每次来得都很及时。 后来, 皇城坐落金陵, 楚明允的后宫 还是只有我一人。 她让人在史书上, 将班帝如何强取豪夺, 我娘的事尽数写下, 为我娘证明。 而她亲手写了一份 关于自己的生平, 交给史官。 允帝, 十六岁初见贵妃秦苑, 美人浊浊, 宛如九天神女, 一见清心, 再难自拔。 十八岁其带兵建职 班国皇城, 报得美人归。 在位几十载, 后宫唯有贵妃一人。 在她洋洋洒洒 写了好几篇的画尾, 还有一行红笔写下的字。 我为国, 为名兢兢业业数十载, 严苛律己尊臣有名, 得明君之名。 只求后人史书公笔, 念我功绩, 善待贵妃身后名。